2020年11月15日 创造女神 在这一刻 我伸出手来拥抱你们 你们在这里 你们已到达 你们处于完成地球任务的边缘 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谈到地球扬升到更高意识水平的方式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灵性方面 通过灵性 你们正在打开自己的源头 那是你们独有的源头 它们与众不同 当你们查看地球上的宗教史的每个时期时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认识到有超越这个生世的某些东西存在着 他们可能会专注于上帝 耶稣 穆罕默德 亚伯拉罕 克里希纳 这些是目前非常普遍的 但是在其他时候 人们会与盖亚 星宿和天堂相关联 我的意思是 这一生还有比你们更多的东西 自亚特兰蒂斯时代以来 地球的大部分意识都是关于设法把灵性带离人类 这就像在试图让人们相信 除了这一生以外 就别无他物了 没有别的了 另一个方面是压制和击倒人类的意识思维过程 当你们看到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时 尤其是在过去的120年中 这一趋势尤其突出 一小群人试图压制大多数人 直到你们现在正处于的时刻 随住人们的觉醒 他们意识到生活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的 还有助更多更多 如果你们只是那些参加宗教团体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 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了解 还有助更多的东西 这些宗教的其他方面实际上是用瘀压制的工具 因此 随住整个人类的转变完成 你们所认知的几乎所有事物 都会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转变 最后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 人类了解到你们不仅仅只有这一生 你们自己可以直接获得所谓的上帝源头能量 你们作为你们的灵魂直接与宇宙的意识连接在一起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东西 然而 生活在第五维度 生活在你们的内心之中 生活在充满同情心的空间中 会成为你们未来看待灵性的方式的一部分 其中一些会作为你们和你们灵魂之间更大程度的开放对其出现 因此 你们会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接收来自更大源头的信息 你们自己的直觉和领悟会更容易为你们所用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你们自己 你们 人类 过着这种生活 拥有着这些体验做出支持你们的选择 我是如此的爱助 我为你们每个人而感到尊敬和荣幸 有群体的能量 也有个体的能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们连接到了更大的群体 但是 你们仍然是唯一的 你们有着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有如此多的东西可以给到你们自己和他人 当你们呼吸时 深吸一口气 你们在心之中心停留一会儿 这样做时 你们会感觉到能量漩涡进入了心之中心 你们把它发送到地球之内 当你们把那束光和能量发送到地球内部时 它就会与生活在地球之内的那些存有连接起来 与盖亚连接起来 把你们锚定到这个空间中 然后 你们把这种能量带回到你们身上 它会出现在你们所有的能量体内 它穿过你们的头顶 当你们达到高我的空间时 你们会感到你们在向外扩展 看看四周是什么 你们中一些人感觉到一片空白 你们中的另外一些人会感觉有点什么东西 有些人会看到这些东西 这是你们在未来几个月的变化中的其中一种情况 然后 你们继续增加发送的能量 当你们感到自己的能量与新的神性融合时 你们的意识会进一步地扩展 因为你们锚定在地球上 所以你们可以让更多的领悟和意识与神性融合 我 女神 走进你们每个人之中 我会在这个空间中拥抱你们 当我这样做时 你们会感到自己所有的感性意识和理性意识都在移动 直到你们融入了一切万有 我们到了 花点时间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年中这是如何转变的 就像你们在人类的体验中得到扬升一样 我们来到这里所创造的空间也在不断向上转移 这是因为你们经历了成长 对于进入这个领域的某些人来说 你们的事业很小 你们中的某些人也许可以看到事物 感觉事物或者了解事物 我只请求你们相信 因为你们想要来到这里 而你们已经到了 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再与你们一起重新校准你们的能量体 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要经历多个不同的时期 而对于你们中的其他人来说 只需执行一次 然后你们就会知道它会在后台继续运行 对于你们中的其他人 你们感觉这似乎是个好主意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让我谈谈观点 你们对生活的观点是通过你们的体验创建的 你们的观点或感悟可能会根据周围的情况而变化 有时你们的直觉会告诉你们需要进行改变 然而通过你们的感悟 它会产生恐惧 或者会导致你们想要留在自己熟知的空间中 因为那是更好的地方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你们听到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时 某些隐藏的东西会出现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哦 那不可能是真的 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不可能发生 然而 当你们通过阅读 研究 探寻 而对那个情况越来越了解时 这就是你们的观点发生变化的时候 在全球范围内 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这些问题将要浮出水面 并与世界分享 这会引起人们的质疑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可能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最初的恐惧感 我在此刻请求你们要明白 负面振动的出现是为了更多的高光振动进入 并替代负面振动 这很有可能会出现让人不舒服的情况 然而你们处于非常独特的位置 你们在一切万有之内 你们一直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这些能量 你们了解你们去过的地方 现在的位置以及将来要去哪里 因此 我邀请你们 每当你们听到 看到 读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时 都要记住要处于高光振动空间中 对于人们来说 将会出现很多困难的事情 感受爱和同情 不要陷入困境之中 要明白这个过渡时期 处于非常敏感的阶段 因为你们已经马上要完成 现在就开始 充分利用同情心 信念和信任的能量 并相信这种转变即将完成 因此 这会带给你们一种镇定的感觉 现在 当我看向所有人时 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镇定 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扩展 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意识 感悟就是一切 现在 让我打开我们过去使用过很多次的面纱 而我希望你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向宇宙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看到了 围绕着地球旋转的飞船 你们所说的母舰有些是大型的 有些则比较小 请求去知晓你看到的是什么 确实 正如我说过的 我看到你们中的一些人去了卯素星团 你们中的一些人去了仙女座 你们中的一些人去了火星 你们中的一些人发出了意识 去体验宇宙的另一部分 当你们发出意识时 你们可以瞬间移动到宇宙的其他部分 你们还没有完全进化 这全都是通过你们的扩展意识 你们已经与宇宙的其他部分连接在一起的灵魂做到的 因此当你们想去某个地方时 你们实际上是在回到灵魂之中 这样你们仍然可以成为自己 你们仍然可以拥有自己的意识 也可以与宇宙中的其他地方连接 你们会发现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过渡时期 在某些地方会有着战争的能量或振动 在其他地方有着和平的平衡 我把这看作是在某些行星周围看到能量波 在其他行星周围看到平静 当你们打开自己的感悟时 你们会问 我现在需要知道什么呢 好的 好的 你们中的一些人刚刚进入了自己的神性 并收到了有关生命的答案 在这趟旅程中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放眼全局 以获取更宏观的视野 然后回归你们的生活 对于那些希望远离宇宙或银河系的人 他们可以这样做 对于其他人 我邀请你们转变你们的观点 回到你们之所事 回到一切万有 然后看向你们之所事 你们生活中的什么事情 让你们感觉被卡住了呢 当你们问这个问题时 你们正在朝住自己的神性迈进 也许你们会注意到 有些人开始生活在平行生命中 我再改一下 你们中的许多人 已经生活在平行生命中 但是你们正在敞开去感悟 这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们中的某些人 对自己正在做某件事 或有某种特殊的经历 有某种感觉 感受或内在知识 然后当你们看向自己的生活时 你们的感悟是 等等 这不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还有另一番特殊体验 感悟就是一切 当你们看住自己的生活时 感悟自己 当你们看向这些体验时 它们便是你们为自己创造的东西的一部分 同时它们也是你们的巨大神性的一部分 如果你们中的某些人从另一个生事开始就拥有这种融合 那就让它并行吧 嗯 它们都是并行的 但是并行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 它可以向上 向下 向内 向外 这些是共同创造的生事 也许其他生事中的某些东西在这里支持着你所生活的这一生事 花些时间 看看周遭 获取所需的知识 因为它在你们身边 有人说 我希望我的身体拥有完美的健康 完美的体重 出色的敏捷性 它们的身体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提供着支持 在这个空间里 深吸一口气 让这种对齐出现在你们的内在 其他人可能会因思想 情感和信仰而感到沉重或稠密 就像他们走过生命时会感到失联或仿佛持续感到沮丧一样 因此 进化所有这些旧模式 虚然后看看四周 对完全支持着你们的理解或观点敞开 在你们每个人中都会转变为喜悦 你们感到恐惧、沉重、重负、沮丧、愤怒的时候 就是你们的情绪和信念在告诉你们某些事情必须改变的时候 当你们改变正在造成内心沮丧、愤怒、痛苦和悲伤的事物时 你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会有不同的观点 你们会获得可以完全支持你们的平衡和统一感 它可能很巨大 也可能渺小而微妙 感受这里的能量 只想你们之所事 要明白 当你们改变这种观点时 尤其是正如我说的那样 你们所有人都立即敞开去感受对自己的爱和同情 你们已经到了 让我们再一次转变 你们会向外看 而当你们看向宇宙时 现在让我们看向地球 你们对地球的感悟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经历的另一种方式 是让你们观察地球 只需考虑对地球的感悟 而无需考虑净化自己的能量 因此 如果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地球的感悟是一个值得恐惧的地方 一个动荡的地方 一个其他人出没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那完全不是 然而这种感觉会让你们陷入狭窄的空间或狭小的空间 因此在改变了你们对住一切的感悟之后 你们现在可以看向这些情况 并意识到我正在限制我自己 我没有敞开为我自己提供更多的机会 你们可能拥有的另一种信念是 我不知道其他机会是什么 然而在经历了这种较高光震动后 我信任这种震动 因此我信任即将到来的事物或存在于我周围的事物 一个人越多的进入高光震动能量中 就会从他们身上散发出高光震动来 并从他们身上辐射到下一个人 然后再辐射到下一个人 然后辐射到整个世界 无论如何 我们已经很接近完成了 我想对你们说的一件事是 你们即将到来的每个人拥有的力量或影响力 要比你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这与你们为他人修复任何东西无关 这是关于你们向充满光和爱的感悟敞开 对世界和你们的宇宙中发生的事情 有更宏观和更大的计划的感悟和了解敞开 因此当你们对此敞开胸怀时 你们可以踏入那股能量之流 爱之流 机会之流 它将带你们回到这个空间之内 因此在这之中的家庭不和和能量的破裂 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要明白始终有着多种观察情况的方法 要明白你们的感悟可以反映你们的生活状况 也可以反映并转变为你们生活中想要的东西 漂浮在此时所释放的所有事物之上 并保持为你们提供的光 爱 本质 只想你们被非常非常非常的支持着 2020年11月15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12月21日前的下载 升级和激活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辙马克兔文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正在观察和等待合适的机会 为你们带来你们一直在要求的更多下载 升级和激活 我们知道你们需要在地球上茁壮成长 我们始终愿意付出 但你们必须随时接受我们的付出 我们知道12月21日将是我们有机会 与你们分享更多东西的时候 这些东西也是你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 因为你们将做好准备 你会期待一些重大的事情 这种期待会让你打开心扉 让你处于一种更容易接受的状态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必须寻找机会 我们之所以告诉你要远离互联网上所有的猜测 其中的原因就是 当你在思考并关注外在的东西时 不太善于接受 当你紧张甚至害怕的时候也不太善于接受 当你对有些事情可能或不可能发生感到气愤时 你不会很善于接受 当你对现实中不真实的事情生气时 你也不太容易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地邀请你们去做那些能带来更多欢乐的事情 做那些能点亮你们 让你们兴奋的事情 我们会继续邀请你们审视自己 与大自然和地球母亲联系 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 当你们处于一种更放松或更快乐的状态时 会更容易接受你们想要的和我们要给你们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继续研究最新的阴谋论来削弱自己的力量 那么帮你和其他人最终避免某些人在博客上谈论的场景 将对你关上大门 你们必须相信自己 相信你们的高我 相信所有在更高领域的存有 相信宇宙 而不是相信别人告诉你们的计划 你们本来就是计划 你们注定是第一个醒来 并带领其他人类进入第五维度黄金时代的人 但你们必须让自己能够进行自然的灵性进化 当我们和其他存有把我们的东西给予你时 我们只是在为你扮演一个角色 所有的计划和编排都是你们自己 你们是牵线搭桥的人 你们越是相信别人在做这些 就越能体会到这种现实 所以请让我们在11月11日到12月21日之间帮助你 我们非常愿意给予你你所要求的一切 甚至更多 但是你必须未得到本属于你的和你创造的东西做好准备 玩得开心 便为光 爱别人 与动物 树木或大地联系 帮大家一个忙 放松和享受你现在的时光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0年11月15日光之兄弟群体大转变农物中的灯 传导 莫尼克 马修 逸者 卢尹 此时人类就像在大雾中行走 目前这雾还没有完全变暗 这团雾将会变得越来越浓重 阴暗 而你们这些圣光之子要成为浓雾中闪亮的灯标 我们多年来努力通过教导让你们意识到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这正是为了让你们能在今天成为物中之灯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相似的使命 那就是转化自身 放射出圣光与圣爱并以其照亮周围的人 我们必须告诉你们的是 有些事注定会发生 由于人类的沉睡 某些事件必然会出现 人类之所以沉睡 是因为那囤雾被投放到了全体人类及所有国家之上 这雾完全遮蔽了人们的意识 使人们无法看到真相 我们不认为无知者 沉睡者是有过错的 没有人犯下了任何过错 你们不必为任何事感到自责 尽管如此 觉醒者们还是应该尽量去唤醒周围的人 不是通过宣讲聆讯里的内容 而是通过怀着温柔与圣爱不断安抚人们 你们的使命很美好 你们有很大的机会成为觉醒者 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角色 勇往直前去帮助神圣计划的实施 神圣计划正在执行中 某些国家将遭受巨大的苦难 那些国家的人民缺少觉知 完全没有觉醒 因而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容易被操控 在这些国家里会有很多很多人离世 我们希望借助全体光之工作者 圣光之子使深层政府 直统治地球的负面势力集团 挹注的力量减弱 从而缩等苦难持续的时间 让大部分人能够进入新世界 希望始终存在 你们周围那些仍在沉睡 不相信苦难将至的人 可能会在某种强烈的情感冲击下 苏醒过来 产生觉悟 开始转化并闪耀出光芒 人们将会认出自己 将会把自己的人性部分 与另一部分重新连接起来 那个部分要比人性部分伟大得多 先进得多 它正在你们的灵性意识 神性意识中显露出来 此时每个人都被一分为二 而这两个部分在相互寻找 你们的人性部分 要去和那个灵性与神性的部分 那个闪耀柱 圣爱与圣光的部分融合为一 这种融合会逐渐发生 在有些人身上要更快一些 在此之前 你们必须接受和理解自己的低级部分 其人性部分 你们要爱他 疼他 安慰他 安抚他 就像对待孩子一样 现在很多人仍然是孩子 因为他们尚未诞生于自身的另一部分 对于你们这些光之工作者 圣光之子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超出你们预料的艰难时刻 我们要请你们始终保持希望 在今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 你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圣光在行动 从现在起到年底 将有一些对这个世界上的众生来说 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暗光与圣光都将加大行动的力度 请你们成为一盏小灯 照亮迷失者的路途 让寻找光亮的人能与之连结 给人们带去爱 宽慰与安抚 你们都有这个能力 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你们选择了要在此时扮演的角色 选择了自己的使命 使命不分大小 只是略有不同 每个人的使命都是依据其存在状态 前世经验 爱的能力及战胜恐惧的能力而确定的 如果你被恐惧所困扰 不必感到内疚 你只需认出自己之所事 就可以清除自己内在还不是圣光的东西 你可以让自身最深处的圣光与圣爱显现出来 并照亮自己之所事 总之 很多事正在酝酿之中 你们要有信心和信念 我们再说一遍 无论发生什么 圣光必胜 你们都要记住这一点 要于自身内在保持居中 日益领悟自己是美好的圣光存有 最后请不要忘记 在今后的日子里 雾会变得更加浓重 阴暗 你们要成为这浓雾中的一盏灯 照亮迷失者的路途 2020年11月15日 赤天使 呼吸之间的神圣 传导Galaxy Girl 我们是赤天使 我们在第100个八度音上讲话 我们在天堂之光中环绕着造物主 一切都是光 爱和创造潜能 你们的领域是一个纷争的领域 当跨维度的裂痕发生时 盖亚降低了她的频率 以适应这些教训 在她之上的所有事物都受到了影响 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从维度上来讲 尽管你们距离我们的视角还很远 但这并不会对你们造成有任何问题 你们并没有被惩罚 你们是自愿做出牺牲 自愿来到这里 自愿照耀和释放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关在笼子里奴役的人的心迹种子 造物主总是以各种形式表达 创造 扩展 我们是天使在守望住你们 我们保卫着你们 我们为你们歌唱 时间是一种幻想 你们生活在一种正在崩坏的幻觉中 你们知道这一点 你们感觉到了这一点 你们中的某些人看到了各种平行现实和时间线中的跨维度故障 这些故障正在交织在你们当前的世界轨迹上 我们为你们的意识鼓掌 我们鼓励你们更加明亮的闪耀 需要有更多的和平 你们要锚定它 不要参与到纷争中 保持和平的空间 今天我们去天使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们保留了空间 我们为那些无法保留自己的空间的人保留空间 当我们以爱之光围绕着造物主时 我们一直都在支持着你们的领域 我们所做的不只是你们的古籍所描绘的那些事情 我们以极大的毅力 爱心和热情服务住 我们热衷于我们的服务 热衷于我们的光 当你们存在于物理形态时 会被我们的光照耀地睁不开眼 你们也可能会被自己的光照耀地睁不开眼 请你们尽可能地像我们一样清楚地看到它 我们是赤天使 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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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是神圣的 这个呼吸的瞬间是神圣的 这个现实的碎片是神圣的 这是碎裂的过程 如此一来 所有人都能见证并体验到它的重生了 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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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造物主那里发出的 要淹没这个领域的所有祝福 我们把这种希望涂抹在你们身上 感觉你们的天使翅膀在你身后扇动住 感觉你们充满希望的快感和喜悦的心跳颤导 除非你们允许 否则无法将这种内在知晓从你们之中带走 不要让别人的观点夺走了这种希望 这是你们给人类的礼物 他们需要抓住这种光以应对出现的错误和不和谐 每个当下都能发现神圣 这可能会让某些人怒发冲冠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潜在的令人发指的声明 但请从你们的观点之外出发 你们是多维的 你们的伤口 你们的疼痛已疗愈了你们的祖戏 那些在地球的许多严峻环境中挣扎的人反过来找到了自己的疗愈方法 并通过自己的经验疗愈了这个集体的一部分 天使们喜极而泣 有时候神圣就在你们的观点之外 这并不否认其有效性 充满不和谐是一种有效的情感 要让它进化你们 让它遍及你们 如此一来 你们就可以转变了 你们在许多人的痛苦之中前行 那些黑暗存有 我们向他们发送光 我们向他们发送光 这样可以削弱他们的黑暗 我们是赤天使 我们中有一群人严格负责此项目 以确保盖亚的安全和扬生 你们被支持着 有着很多神圣的时刻 万物都在重新对其爱的初衷 造物主就是爱 作为造物主的你们就是爱 你们是爱 因此 你们拥有宇宙的力量 因为一切都是爱 幻觉不再存在 因为能量不再支持幻觉了 我们赤天使 一光看到了这一刻背后的所有景象 在你们看到并体验到这种现实的地方 你们会看到并感受到较低的能量 我们通过你们的眼睛体验并看到了这一点 特别是你们的痛苦 他们在哭泣 但就在这个呼吸瞬间的同时 这痛苦都好像消失了 一切都被发现了 因为我们看到天空中充满了光明 我们看到母神 父神 我们看到造物主 我们感受到爱在每个项线中像盖亚脉动 把它包裹在最高的八度音中 这些话语是由我们存在的空间编码的 我们沐浴在光之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万物皆存在 万物皆神圣 那就是被带回给爱的光之花语 痛苦将被疗愈 被遗忘 只有教训会被记住 在这个跨星际变化和发展的空间中 最至关重要的是你们要了解情绪的有效性 深深地去感受 这样你们就可以把这个时刻改变为爱 爱 欢迎它进入你们的细胞结构 它是你们正在迅速转变成为水晶银河人类的支柱能量 我们看到你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了 因为从我们的时间之外的视角去看的话 你们已经做到了 神圣 神圣 神圣是星际变化 生入光明的这一时刻 因为光能看见万物 光祝福着万物 在这个过程中万物都被拉升了 变得比以前更多 我们看到了这个领域中的更多光和爱 我们看到影响所有祖系和未来世系的深层疗愈和内部进化工作 你们是宗系制造者 因为你们正在疗愈自己的DNA和盖亚的宗系 当我们把它从我们的领域传送到你们的领域时 你们正在用坚韧和热情来支撑这个更高维度的频率 去找到当下的神圣 安宁和呼吸 我们是赤天使 我们在我们的光之圣殿中环绕着你们 在我们的光之翅膀之中环绕着你们 我们是赤天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